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上最先進的核炸彈和最先進的隱形戰鬥機組合 所形成的打擊力量都是任何對手所畏懼的威脅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 美國空軍的裝備設計經歷了兩次里程碑式的時刻 一個是5架B-21轟炸機在生產線上初具裁刑 再一個是兩架第五代F-35A隱形戰鬥機 在托洛帕試驗場完成了F-35戰鬥機 攜帶B-61-12核彈設計認證的最終實驗 令F-35成為唯一具有核打擊能力的第五代戰鬥機 這兩項進展都為美軍深入對手福地 給予致命一擊鋪平道路 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 9月21日在奈華達州利斯空軍基地 一架F-35A閃電戰鬥機起飛 在托洛帕試驗場釋放了B-61-12聯合試驗組件 完成了核彈設計認證過程的最後一次測試 令F-35在技術上已經真正能夠具備核打擊能力 在F-35A之前 美國空軍的B-2轟炸機 F-15E和F-16CD戰鬥機 都已經具備了投放B-61-12核彈的能力 但是它們和F-35A相比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點 昂貴的B-1轟炸機數量少 速度低 F-15E和F-16CD戰鬥機不具備引伸性能 上述戰鬥機在穿越密集防空系統時 生存能力都無法和F-35A相比 美國國防部F-35計劃辦公室表示 這次測試驗成功後 F-35A將正式成為第四款能夠搭載B-61-12核彈的空中平台 而開發中的B-21突擊者隱形轟炸機 未來也將加入B-61-12的認證行列 第二階段工作是核操作認證 在內華達州進行的測試已經涉及到 第422和第59測試與評估中隊 第57和第926飛機維修中隊等空軍單位 令F-35A更接近於實戰核打擊角色 美國空軍將根據需要讓承擔核任務的F-35A單位 完成核操作認證 這種隱身的核打擊能力很可能在北約盟國中迅速擴散 北約有核武共享協議 自冷戰時期開始 歐洲盟國的戰鬥機包括F-104、F-16和歐洲的巨峰等 都可以掛載B-61核彈 如今英國、意大利、比利時、荷蘭、丹麥、波蘭、 挪威、澳大利亞等國都裝備了F-35A 此次試驗成功 意味著將來北約盟國的F-35A機隊 有可能具備核打擊能力 美國空軍戰略威懾與核武整合指揮官丹麗爾·傑克遜 宗教表示 它讓數量眾多的F-35A隱形戰鬥機擁有核武投放能力 令美國的核威攝力大幅增加 讓敵方在行動前有更多的顧慮 B-61-12是在四種現役的B-61系列核彈的基礎上 結合現代制度技術研發的最新型空射核彈 其爆炸當量可以調整 並具戰略和戰術打擊能力 是配備美國空軍戰略轟炸機 以及合常兼備戰鬥機的主力核彈 B-61核彈在多年以前就有不同的改進型 但直到B-61-12出現後 才提高了攻擊正確度 並將各種攻擊的選項整合到一枚炸彈中 它改變了核武器任務選擇的戰略格局 令美國空軍在作戰時 不再需要攜帶多枚不同功能的核彈 以執行不同的任務 而只是攜帶B-61-12核彈 就可以執行穿地攻擊 低當量和高當量攻擊 避免以上引爆和染體破壞等多種不同任務 將不同功能的核彈 改型升級為有多種能力的單一武器 為作戰創造多種選擇和優勢 它可以令轟炸機騰出空間攜帶更多的彈藥 飛行員可以根據特定的威脅環境 以及任務要求選擇攻擊方式 在不需要攜帶更多更重的彈藥情況下飛行 這種能力在執行危險複雜的核攻擊任務時 尤其顯得重要 B-61-12是美軍B-61千噸 當量級主力核彈的最新版本 它取代現役四種型號的老舊B-61彈頭 新版的B-61-12採用改進的美翼設計 加上慣性導引和自旋穩定系統 令頭彈精準度比舊式自由樂體版本大幅提升 B-61-12的改良計劃從2011年即開始進行 過程中多次追加預算 最終耗資近100億美元 令B-61-12每一枚成本達到2750萬美元 預計在2022年正式服役 2024年完成全部480枚B-61-12的生產 它將取代美軍演繹多型空射核彈 並降低維護成本 B-61-12空射核彈的主要變化是彈體和制度系統 彈頭利用了成熟B-61-4型的初級和次級彈心 因為無需進行核爆試驗 不僅僅減低成本 而且縮短了生產週期 彈體設計上結合了B-61-3、4、7和10等 4型核彈的相關組件 安全系統設計則以B-61-7型為主要參考對象 這些設計都經過了長期使用檢驗 B-61-12採用了與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美部組件類似的制度美翼組件 令其打擊精確度可達50至30米 甚至更小的聯繫率不差 同時增加了炸彈的滑翔距離 B-61-12安裝了自旋火箭發動機 用於彈體姿態控制 利用旋轉獲得陀螺穩定性 以幫助提高打擊精準度和增加射程 令它具備有一定的防區外打擊能力 也就是戰鬥機不需要飛臨目標的上空 可以在目標空域以外發起攻擊 從而提高生存能力 B-61-12可以根據打擊目標 選擇使用300噸、5000噸、10,000噸和50,000噸 四種爆炸當量 由於打擊精準度提高 彈藥規劃人員選擇較低的爆炸當量 就可以達成相當或更大的破壞效果 特別是對地下目標攻擊時 利用B-61-12的轉地功能打擊地下目標 其實際爆炸當量 可以超過地面爆炸當量的20倍 在這種情況下容許降低爆炸當量 以提高精準度 增強打擊地下堅固目標的能力 既可以減少對核材料的消耗 又能降低對爆炸區平民設施的災難性破壞 高精度是B-61-12最大的特徵 這些令到它可以降低當量減少爆炸威力的同時 實現高打擊效能 令它成為介於常規武器和戰略核武器之間的 一種新的威懾方式 也就是所謂的戰術核武器 當它和常規武器結合運用時 模糊了核武器的界限 這種臨界使用狀態 可以產生更恐怖的威懾作用 它和第五代引伸戰鬥機F-35A的結合 令到精確打擊的作戰意圖 成為更容易接近的現實 所有這些進展 都將進一步減少B-61-12使用的限制條件 令它成為更為合適和更容易的任務選項 這些將提高美國戰略威懾部署的靈活性 甚至可能會降低實際使用核武器的門檻 空中作戰司令部負責戰略威懾的 副主任杜格拉斯卡貝爾宗教說 它令到我們的潛在對手 在發射前更慎重地考慮他們的計劃 它可以更接近更深入地進入戰鬥區域 這些可能是其他沒有隱身功能的武器 無法做到的 實事軍事國語頻道 將於10月3日翻到新的YouTube Channel 請大家記得訂閱 在YouTube中搜尋 實事軍事夏洛山 或在此篇下方資訊欄裡可找到鏈接 請訂閱後同時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